英国脱欧的苦果 寻求中国资源 它是一家利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7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英武 今年初IMF曾预测英国经济 比正在战争中的俄罗斯更糟 IMF的预测是基于几个因素 其一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能源价格上涨 将推高英国的通货膨胀率 导致家庭和企业的购买率下降 其二 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将阻碍英国企业的生产和出口 此外 英国的脱欧 也将增加英国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其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年7月就曾警告说 英国2023年将成为G7最富裕经济体中 增长最慢的国家 他预测英国2023年的增长将降至0.5个百分比 远低于4月份预测的1.2% 而令人意外的是 英国首相苏乃克13日宣布改组内阁 并由主导脱欧公投的前首相卡曼隆 回归担任外交大臣 受到外界热议 有人质疑 英国首相为何要让一位曾经拥抱中国的政治人物 来拯救英国经济 当我们回顾一下英国经济的现况 你会发现欧盟的经济整体并不乐观 华国失业率创两年新高 今年第二季失业率 按季维生至7.2% 而欧盟支援会议 将2023年欧元区20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9月的预期0.8%下调至0.6% 原因是高通膨利率上升 而外部需求疲软 造成的冲击比预期的大 英国的困境则更为严峻 有专家预测可能进入停滞状态 却消费者信心将持续低迷 零售销售奏角 无论如何 现在众人都在关注卡麦隆 是否能够因应当前的经济困境 实现英国经济的重生 而他曾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或许可能就是挽救英国经济的一把救命稻草 英国中尼苏内克日前宣布了 政府的三大目标 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提出了应对措施 首先他要将通膨率降至2%以下 这是他视为当务之急的目标之一 其次为振兴经济 政府将投入450亿英镑 主要用于制造业的发展 这项投资计划包括21英镑 用于支持汽车产业 特别是电动车的研发 以及近11英镑 用于提升英国的航太技术 以弥补在卫星导航系统方面的不足 然而这项提振计划却引起争议 因为虽然政府宣称要加强制造业 但实际上 这笔资金将在2025年才能开始实施 被吸签为是五年计划 对此有评论指出 这样的时间表似乎无法应对当前经济的急迫需求 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纷纷投入庞大资金 用于经济阵型的情况下 而苏纳克的另一大目标 则是削减庞大的国债 今年五月英国公共债务 与国内生产毛额之比超过百分之百 这是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可能面临着征税的压力 但由于政治敏感性 苏纳克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各种隐性的方式 来提高税收 使英国目前的税收占GDP比例持续上升 尽管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 英国的债务规模并不算惊人 但英国人的税收负担已经急剧上升 根据英国政府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数据 本财年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预计将达到百分之三十七 高于疫情前的百分之三十三左右 也是自194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显示英国的债务问题 正日益严重 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 势必选择提高税收 而这种应对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这适合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 以及对经济的影响 英国政府可能必须面对民众不满的压力 英国政府在税收场的调整 主要可能体现在国民保险会的增加 这使得雇员感受到更沉重的税务负担 尽管这有一部分是由雇主分担 但仍可能引起了社会的环感 这一切都源于英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能够维持支出和收入的平民 但却无法有效还清质押的债务 英国银行在9月会议上 结束了连续14次的加息 并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25%的高位不变 英格兰银行希望将利率维持高位 可以让重膨回落到2%的目标水平 但随着利率的上升 以导致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总额大幅增加 政府必须面临着更大的还款压力 这使得债务问题更加棘手 事实上 英国的脱欧已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经济困境 高端企业的税率 使得公司在伦敦设立总部变得极为不划算 而金融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1个百分比 加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使得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威胁 金融业作为伦敦的支柱产业 正受到了双重的打击 而除了财政方面的困境之外 公共建设也深受影响 使法预算被削减导致法官短缺 监独拥有其自然状况恶化 患罪分子难以迅速受到法律制裁 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在英国经济陷入谷底的情境下 卡麦隆回归外交大臣一职 可能被视为解困的利器 曾在首相任内积极引进中资 促进经济发展的卡麦隆 如今再度登场 以引发外界关注 疫情过后 英国经济复苏缓慢 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减缓 以前靠中国市场 谋取大量人民币的奢侈品 如Burberry 现在也面临销售下滑 为因应此一状况 英国首相找为卡麦隆 被解读为 希望透过中国力量挽救经济 卡麦隆在首相任内 曾引进中资投资 并积极参与中英经贸合作 他与中国领导人的深厚交情 更被视为是寻求中国资源的 一大力气 总体而言 尽管中英经贸委员会 在2018年中段 卡麦隆的回归 能意味着英国可能试图 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并重新启动经贸合作会议 然而英国是否能 依赖中国返回经济困境 仍然是个未知数 有专家指出 如果无法及时解决经济 英国将可能进入 长达十年的低迷期 至于卡麦隆的归来 是否能扭转乾坤 则有待观察